因為事實上你們去比的話 你們是比不過人家的 那你何不妨喔 你就是化身回自己家裡附近的 一些頓點的那種報道者 那那個東西是 你平常接觸最深刻的東西 那別人的報道搞不好 都沒有你來的深刻 所以後來我就換了一個角度看 那像我說我是公民記者的時候 通常都是要去採訪 去幫那個什麼抗爭那時候 然後我要進入到 譬如說我要進入到立法院 或者進到什麼時候 那那個政府單位的人說 你是誰 那時候我才會說我是公民記者 事實上公民記者只是一個角色 在那個場域裡的角色 可能不是身分 我平常我不會說我是公民記者 反正我就是 我有能力我去 遇見一個什麼事情 我就去報道了 那我以前也會很緊張 就是說 我這樣一個個人身分 其實有很多大事 抓不到的是抓不到的新聞的 因為就是你們現在報管他 會有人會通知你們去採訪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這個 這種個人身分的記者 是不會有這樣機會的 那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在臉書上看 因為現在很多人會 就是有抗爭啊等等之類 他會希望有人去報道的時候 他們會在臉書上丟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這樣子以後我就 如果說人多的地方 記者會跑去的地方 我反而我就不去了 因為我覺得反正已經很多人報道了 那我要希望是去做比較沒有人報道的 就隔壁鄰居有什麼什麼事情 我去蹲下去 去蹲點去 去替他去發聲或怎麼樣的 那當然我們這樣的身分的記者 還有一個危險嘛 就是說 像早期我的經驗是這樣 有些社區要抗爭了 要房子要被拆了 他通知我去幫他們做報道 因為之前是沒有人領他們的 他們就找我去報道 就報道了半年以後 但他們的抗爭動作越來越大了 然後就被其他的媒體都發現了 他有很多人媒體進去的時候 他就把我丟掉了 他就不會來通知我了 所以我們在做個人記者 要心比較有這樣的一個 這種後退的那種打算 所以我現在都覺得說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我乾脆我就不要去跑越門的東西 我就去對某些的團體 那我就說你們一開始 我就幫你們報道好了 我去做一個先發者先行者 你後來要丟掉我那再說 可是我還是先去做先行者 那最好當然就是我隔壁鄰居 他叫非認定我不可 所有東西我是最全灰的 那你們所有的報道 可能都要透過我才可以看到真相 那說明是最好的一個狀況 就是鼓勵大家往那個方向走 毕竟說要去集體 怎麼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這是我的想法 太好了 謝謝 其實常有典長這個是 我剛才講的 很多記者是覺得 其實被利用而已 不過被用不是那麼功利 而是說當有需要你之後 就哇 看你報道 那有更強勢的媒體進來 就不需要你 當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有一些不同的遭遇 類似都有 那我覺得 剛才講的一個很重要 公民記者不要湊熱鬧 我覺得不一定要湊熱鬧 因為因為報館的記者 他不用湊熱鬧對不對 我跑總統府 那現在從我都沒有新聞 我幹嘛要去跑別人的 那個什麼社運 不用啊 你做手總統府就好 他們報道就是這樣分的 那我們公民記者幹嘛說 這裡讓他就跑去那裡 問題是大家都在報道的時候 需要你嘛 就不多一個人 但是如果我們去經營一個領域的話 會變成權威喔 就剛才講的 假設我把這個資料 我採訪你又建立很完整 你知道記者都通常都速食 今天發現一個重大事件 我才開始了解這個事情的脈絡對不對 他通常都很淺 都只是抓一個重點而已 後來發現只有你最完整 你就是這個照片的權威了 他原來就要採用你的 甚至你拍照片啊 譬如說文字可能還可以改寫 照片怎麼改寫 過去發生的照片 你拍了影像 就只能用你的啊 所以我們在寫這個新聞的時候 要怎樣保留你獨特的東西 你寫文章 怎麼樣寫得讓你 人家很難去改寫你的新聞 或者你的照片很重要 因為照片很難去做 剛好用人家豬肉全部被發現 所以這建立自己的特色 那真的不用跟班的記者去取候 那我是覺得 剛剛講的為什麼我後來講到說 我們要照顧偏向或落實 其實我覺得真的 我們當很多主流媒體不去報仇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做經營這部分 反而是一個好機會 因為其實台灣 台灣最美是風也是冷 我們在很多偏向地方也是很好 我們怎樣去讓這個地方活絡 這他有一個產生一個新的動能 搞不好是我們的可以做的事情 我們必須去跟他搶熱門的一些話題 我是真的非常贊成這個想法 那其他 等一下 呃 去派南 鞋子 派南